你剛才喝的那杯深茶 已經被我嚇到天下第一期讀 一日丧命散 茶裡下毒在周星馳電影 《唐伯虎點秋香》裡 飾演華夫人的鄭佩佩 受到大家喜愛一句成名 現在卻傳出她離世的消息 享受78歲 吃了我們一日丧命散的人 一天之內會武功全世 今漫一流胡思亂想 而至走火入魔 最後會血管爆裂而死 風趣與周星馳一搭一唱 78歲的鄭佩佩 是香港元老級的武打女星 被譽為武俠影后 早年演過多部電影的俠女 代表作還有大醉俠 臥虎藏龍等等 而她的演員人生 卻急流永退嫁入豪門 八次懷孕四度流產 離婚後曾低潮道指能寄宿佛堂 後來周星馳找她演華夫人 而重新翻紅 鄭佩佩也曾在真人版花木蘭 更飾演媚婆一角 被視為大彩蛋掀起熱議 如今不幸離世 馬上登上微博熱搜 甚至不少圈內好友也發文哀悼 導演胡雪華透過朋友圈發文 經驗武俠影后追尋胡大俠而去 想必在天堂沉溫電影節的輝煌 因為在大陸知名的主持人 曹可凡也發文悼念 近年來聽說佩佩姐 健康狀況不佳 竟然與我們天人永隔 天堂沒有痛苦 其願她一路好走 好友們這次聚聚充滿想念與不捨 而雖然正佩佩離世享受七十八歲 但她演的各出好戲 將會永遠留在大家心中 三天新聞黃世函綜合報導